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来分享诗篇 那我们今天要从诗篇第一篇 来跟弟兄姐妹分享 那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一组 那这两篇我们可以说 它是告诉我们活在世上的人 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 才能够有福 那么诗篇第一篇的 第一到六节 我们来读一次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卸卖人的座位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暗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劲都顺利 恶人并不是这样 乃像康比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那我们第一篇 我们看到他告诉我们 有两种人生 以及两条道路 而一到三节 他所说的是 有福的人生 也可以说是 描述一人的道路 那么第一节就告诉我们 有一个不能够走的路 就是有三条 这个错误的路 那并且也提醒我们 我们应该要警醒 就是有三个层次 从不从到不站到不坐 那这边讲 不从恶人的计谋 在从原文是行走 所以开张名义就告诉我们 人需要谨慎自己一生当中 所选择的目标以及道路 那么并且这三种状态 也表达一种进程 从一个跟从 然后行走恶人的计谋 的状态 进到站立 停留在罪人的状态当中 然后到后来 他就坐在 歇满人的座位上面 那么恶人的计谋 这个计谋的原文 他指的是建议 劝告 或者是商议 而不站罪人的道路的站 他的原文就是 站住停留 那不坐卸满人的座位 就是成为这样子的人 那么座位有居住的意思 那表达成为这样的人 也表示住在这样子的人的当中 那卸满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卸满人就是 一种内心张狂 然后对神 没有敬畏之心 自高自大的人 那么这也让我们看见一条 就是与真理渐行渐远的脉络 让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从起头 我们就应当不要顺从肉体 或者是出于肉体的建议跟想法 好比说当我们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 我们会面临 我们是要按照真理来饶恕 还是按照我们属肉体的本性 我们会想要跟他来去做 辩论或者是论断定罪跟饶恕中间的选择 那么这时候在我们的内心 或者是我们的周围 这个世界会告诉我们一些出于肉体 出于世界的处理方式 那如果我们顺从了这样子的建议跟想法 那么渐渐的我们顺从久了 我们就会停留在这样的状态 它就变成我们一种反应的模式 而这样的一种反应模式 就会使得我们走在一条罪人的道路 就是朝向神所不喜悦的方向前进 那么当我们活在分别是非善恶 活在论断 活在属肉体的本性里面 久了之后 慢慢就会让自己变成一个 容易去藐视人 容易去嘲笑别人 甚至于藐视上帝的这样一种生命状态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我们要谨慎 我们要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满人的座位 那么到第二节 就从消极的转变到积极的 就会告诉我们 那么我们应当走的路是什么呢 就是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那应该采取的行动 就是要昼夜的思想 那喜爱原文是喜悦 或者是心愿以及渴望 而思想呢 在原文的意思是 喃喃自语的沉思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 我们是反复思想神的话 然后专注到一种 喃喃自语 想要理解的一个地步 而这段圣经节告诉我们 这样子的人是幸福的 那为什么这样的人是幸福的呢 因为一个人当他愿意这样做 并且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刻 他事实上正走在一条 一人的道路 那么我们会知道 罪人面对光的时候 那他的反应会是逃避拒绝 甚至于是攻击毁谤 就像圣经也告诉我们 光照在黑暗中 黑暗却不接受光 所以当一个人如果他在生命里面 他是以神的话语为厌烦 就是或是面对神的话语 他心里面觉得讨厌 不喜欢 然后不愿意去面对 那可能显示这样子的人 他的生命就处在一个危险的情况当中 那相对的 一个愿意自己的生命 是能够被神渐渐地塑造 越来越美好的人 那么愿意自己生命良善的人 他必然会是一个愿意遵行神话语的人 而一个愿意遵行神话语的人 他面对神的话语 他就会愿意更多的深思 并且去思想 如何去遵行 那为什么需要昼夜思想 因为其实神的道 神的话语 我们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感觉到 有一点跨距 而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去很真实地去思想 我怎么样子把属神的真理 或是属神的饶恕 属神的爱 我怎么样子真正地能够 在神的爱中 能够对别人的生命带来益处 比方说我们想要去规劝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一个真实的把握 就我里面真实的是出于爱 真实的是出于要对于他生命的成全 而不是出于我里面的分别是非善恶 不是出于我里面的论断跟定罪 那这样子的思想其实就像是这个地方所说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那么这人便为有福 那圣经告诉我们 其实一个愿意遵行神话语的人 他就是能够神知道他是爱神的人 而爱神的人也会蒙父所爱 那耶稣基督也会与他同在 那么得着神的喜悦 其实我们知道就得着了一切的帮助 而得着神一切的帮助的人 他必然就停留在一个极其有福的状态里面 所以在这一节就告诉我们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那愿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能够更多的去思想神的话语 怎么样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使我们能够真正的 进入到圣经里面的应许 进入到圣经里面所说的 能够成为有福的人 那愿神祝福每一位 让我们都在今天 更多的来思想神的话 谢谢大家